分园香农会每年规划举办的亲子拔萝卜活动 都吸引上万名乡亲到场参加 但活动往往不到十分钟就结束 无法留住人潮 分园香农会为促进地方发展 特地前往花坛香公所参访 希望能吸取花坛香举办控8控控94爱控油的经验 扩大活动规模 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今天来主要是跟我们花坛香公所 乡长这边学习他们控8控控控控油的活动 因为我们在网路上看到了很多年相当的成功 一年比一年更好 所以我们因为我们分园香把萝卜活动持续很多年了 然后只是每次都谈话 一线觉得相当的可惜 想要把游客留在分园 所以我们也想来举办这个控油的活动 所以今天特别来这边取静 然后来学习的一趟子旅 其实我们的控油是跟我们分园農会讨厄的 因为我们其实是先看到他们做萝卜来回馈的农民 让大家了解的这个农家乐 我们由于这样来发生 再来给他做一个控油 所以说我们跟分园農会的出发店都同样 是希望到我们全部的观众朋友说 在农船的时候可以来我们增加 走走走看一看 来了解到以前的农家的一个生活 希望可以说在在休息日的时候 可以让家庭日更加丰富更加圆满 分园香农会期望透过参访交流 可以学习到花坛香不同的经验 作为未来活动举办时的参考 让活动越办越好 将人潮流在分园 公益频道林义俊 花坛采访报道